什么叫做人机几机 人腻几腻 接下来这一群高中生用行动来证明 为了体验非洲贫困人民 必须要走13公里去取水的辛苦 彰化高中的学生发起了5天步行100公里 为非洲平同募集资源的活动 而这一次前来参加国际青年领袖会议的六国学生 就顶着大太阳 每天走上十几公里的路 不但口渴 连也晒红了 但是他们说 现在更能够体会非洲物资匮乏的困境 与陶恰爷爷 将近50位来自美加日本 斯瓦基兰 肯尼亚及台湾的高中生 脸晒红了 口渴了 还是坚持走下去 因为非洲的小孩们 过了一口水 一口饭 走上13公里 比他们更辛苦 对 这点很难 我会有点疲惫 但我们做的事是非常重要 我们只需要继续走 我们不能走7天 without water 我们会死 所以每天有孩子在澳洲 在澳洲都会死 因为他们没有水 来自六个国家的高中生 语言不一定相通 但目的都一样 要用苦行的方式 为非洲平铜募款 这位张忠的陈同学 暑假到史瓦基兰当志工 这趟苦行之旅 让他有更深的体悟 我们今年有到非洲 那知道他们的情况就是 他们每天都得走13公里 才能取到水支援 那希望我们这五天走这100公里 就能代替他们每天这辈子 都得走13公里才能取到水 希望让他们每天打开门 就能看到有一个水井在那边 张化高中主办的第六届 国际高中青年领袖会议 同步发起五天步行100公里 足迹从张化到台中 云连到嘉义 走的是大甲妈祖绕境的路线 希望沿路上妈祖信徒 也能慷慨解囊 救救非洲苦难平铜 大家都很口渴 很饥饿 那么在这过程里面 真正体会到 真正一辈子都在饥饿 饥渴之中的非洲小孩 多么需要我们的帮助 改善非洲平铜的饮水和饥饿问题 募集当地早景基金 这趟行百里路的募款活动 也让参与的各国学生 透过亲身体验 更加珍惜生活中 垂收可得的水和食物 记者环中彭幻群台中报道